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好 很有精神 好 那个尺拿出来 没有尺的 站起来 会保证那边上啊 算 但是你应该要再去买好一点的 来 原地20下 好 上下2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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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 不是开盒啦 不是国小HG 这下30下 对 所以公开啊 20到30 嗯 对 可以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尺 几年的历史 好 来 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橡皮擦也多长 五公关 三公关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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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老花了没有错 所以我们需要紫燕的帮忙 来 请问一下最下面的刻度多少 对啊 70 你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70 好 你讲 他讲70是对的 再来 最上面的 最上面呢 最上面呢 114哦 114好 他这把尺呢 这个刻度写70 然后他最上面的刻度是写114 他觉得很奇怪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可他真的这样子写啊 真的啊 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道理是什么吗 知道班长在讲什么吗 再来 你的词就 太短了 来 注意看 来 注意看 我量从哪里量到哪里 Icon 最下面是多少 然后最上面呢 这样不好看 换个方式 等一下我叫你看你就知道 多少 多少 最上面是多少 最上面上面是多少 最上面那个刻度对到多少 这上面 我都想出什么 我都想出什么 蛤 你怎么会看 你怎么会看 你看 你看 哈哈哈 他每个人都想出什么 你看 你看 你不会看吗 看一看 看一看 最下面是多少 最下面 最下面 我要量这个橡皮擦 橡皮擦最小 最下面是多少 最下面是多少 7到哪里 7到11 7到哪里 11.4 11.4 他那把尺 真的哦 你可以等一下拿给 拿他那把尺来看 他那把尺上面是写7尺 然后114 那我现在拿的这把尺 就是我们熟悉的尺 他上面是写7跟11.4 好 他们两个叉在哪里 大尺 大尺 厉害 他们两个的距离是同样的同样 这一块橡皮擦的距离哦 同样是这块橡皮擦的距离 所以不可能量出来 所以这个是橡皮擦的距离 这个也是橡皮擦的距离 所以他们代表长度应该要 1 好 只是这一把尺 他用的刻度是什么 他用的是用公分当单位 这个呢 毫米 毫米 是毫米吗 那个叫毫米吗 毫米 哦毫米 好 对啊毫米 我讲毫米 好对 对没有错你讲毫米是对的 毫米 好 你们喜欢这个还是喜欢这个 右边 右边 还是左边 右边 喜欢右边的请举手 好放下 OK 喜欢左边的请举手 还是有人喜欢 如果是我我也喜欢这个 不过 他的好处在哪里 谢谢 好 好我们喜欢这一个 那请问一下 那个橡皮擦到底有多长 这个橡皮擦到底有多长 6 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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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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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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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到哪里去 移到0 了解吗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本来橡皮擦 本来橡皮擦是 我数字换个位置 这个我把它擦掉 本来橡皮擦是11.4 然后这个是 7 本来橡皮擦凉 是这样子凉 然后你把这个橡皮擦 移到哪里去了呢 把这个橡皮擦移到哪里去呢 把它往下移到哪里去 这个是11 这个是7 这一段大概是4 所以0应该要远一点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一节整个怎样 往下搬到这里来 对不对 那往下搬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呢 来我把它 我把它划到这里来 我把它移过来 把整个把它移过来 移过来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是7的 跑到哪里去 本来是14.4的呢 就要看看它会 就要看看它会 跑到哪里去 对不对 好 再一次 所以我本来 我本来是 我本来是这样子凉嘛 对不对 然后我把它移下来 我把它移下来 来读一次 它是多少 看不看 看不看 4.4 所以我刚刚 11.4扣掉7 是从7量到 11.4 对不对 它现在呢 从0 量到哪里 4.4 这个算法 跟这个算法 算出来都是 这个的长度 都是多少 我们会喜欢用上面这个量 还是用下面这个量 下面 可是考试会喜欢考你上面 还是考你这里 上面 所以你要有能力 把这个变 下面这个 对不对 11.4扣掉7 代表是 从 很重要 从哪里量到哪里 11.4 下面这一个呢 从0量到4.4 讲得非常好 从0量到4.4 也就是说 你从这里到这里 你在做什么动作呢 规零 规零的动作 所以我把7 我把7 我把7 减掉 我把7 减掉 所以我们减掉7 减掉7的目的 是为了干嘛呢 减7的目的是为了得到 歸零 减7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歸零 那请问一下 我减7 如果我的目的是归零的话 我除了透过减7 我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7归零呢 我的目的是要让7归零不是吗 我可以怎么做一样 可以达到归零的动作呢 我除了透过减7 把7拿掉 让它归零以外 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办到呢 我可以怎么做呢 只有班长知道吗 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加什么 我想要让它归零 我想要让它归零 我想要让这个归零 我只要让它做什么事情就好 做7的相反 我就可以怎么样 归零 这两个是相反 会互相抵消 所以-7可以透过7来归零 7可以透过 -7来归零 他们两个可以互相抵消 达到归零 所以我-7可以换成加什么呢 加-7来办到 目前OK吗 好 谢谢 来 先把这两三行写下来 图形先不画 你如果可以画图是最好 可是我觉得你们 画图好像都没有 我希望你们写笔记 可以写得再仔细一点 可以再仔细一点 我要去拿一下国小的笔记是怎么写的 我等一下等一下再印给你们看 写得非常非常的认真 大概全班没有一个人写的笔 那还要好这样 台中台中台中是一个乔校国小的学生 我们当然会希望我们题目最好是我想要测量距离最好是从领量过去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不是从领量过去 所以你要有感觉 所谓的11-4是代表它从7量到11.4 然后你要知道7可以透过-7来归零 他们彼此之间因为可以互相抵消 所以我可以把你归零 他可以透过他来归零 也就是说A可以透过谁来归零 A可以透过谁来归零 A可以透过A的相反 对不对 A-A-A代表的是A的相反 我透过我的相反来把我归零 写上去 你的每一个字 我希望你们都要认认真真写 每个字 尤其是班长你的字麻烦你 好不然我可能会叫你重写 因为这个不训练不行 这不训练不行 因为那个会害了你 我们说11.4扣掉7 它代表的是它代表的是把这个归零 对不对 所以我们算出来答案是4.4 那如果注意看 请问这个的答案是多少 为什么你可以那么快就有答案呢 相反 相反 相反在哪里呢 一个是用11.4扣掉7 这个刚好怎样 颠倒过来 对不对 一个是用大的数字扣掉小的数字 这个呢是用小的数字扣掉大的数字 所以上面这个算出来答案如果是正的 下面这个算出来答案就应该是 刚刚这个动作的相反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除了这样看还可以怎么看 有没有人能够讲得出来 画图就画得出来了 知道怎么画吗 班长知道其他人知道吗 你直接画在上面 你知道怎么画吗 可以画出他们两个的不一样吗 你可以画得出来吗 跟你目前没有什么关系 什么叫做11.4扣掉7 我刚刚做什么动作 我刚刚不是拿一把尺吗 我刚刚在做什么动作 这样叫归零吗 我刚刚在干嘛 测量不是吗 我不是从他的尺是从70量到11.4 对不对 大部分的尺会从7量到11.4 他的是70量到114 因为他的单位比较小 他的间隔比较小 好 11.4扣掉7 代表的意思是从7量到11.4 那这一个呢 11.4量到7 你会画图吗 可以 画看看 怎么画出他们两个一正一副 画图而已喔 大胆一点画 我看你能不能自己画出来 画图就可以 画图就可以表示 他们两个真的是一个正的一个副的 因为看得到他相反 因为看得到相反 因为看得到相反 大胆一点 我看谁可以画得出来 厉害 有时候很多东西都直觉 你有时候想太多 我昨天在教一个学姐也是一样 其实明明答案就在眼前 可是因为他被教了一些东西 他一直在计算着 答案就在眼前 他看不到答案 反而 反而 反而要 要讲很久 他才知道说 其实答案就在他面前 图形上就有答案了 根本不需要学什么算折 可是 你们被教的会习惯性 就是 老师题目上面给我什么数字 我就拿来加一加剪一剪 也不管你在加什么 你在剪什么这样 好 你要再大胆一点 他没画图 比较勇敢 就是把画出来 对 就是比较勇敢 你有时候太不大 太不大 就不敢画 不敢画就没有东西 要试着去画 你也还没画 很棒 你会在哪里 不是 我要比较 从7量到11.4 跟11.4量到7 不一样在哪里 图形上可以看得出来 太不大 很好 非常好 但是我会把那两个图画在一起 会更有感觉 不要插 他已经都对了 但是我会画在一起 你的树线画得非常漂亮 另外一个呢 等一下慢慢来 等一下 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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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比较大 什么叫做从7量到 对 什么叫做从7量到 都是从7跟11.4 字 對 就比較大檔而已 有進步 就是你就是字慢慢寫 慢慢寫就對了 OK 好 不錯喔 大概有三分之一有畫出來 這是我的尺 上面有一個刻度叫做7 對不對 還有一個刻度叫做什麼呢 我要量 我要量那個橡皮擦 我要量那個橡皮擦 我的眼睛可以怎麼掃過去呢 我可以從7 掃到11.4 對不對 我也可以怎樣 從11.4掃回去 上面這個就叫做 11.4扣掉4 下面這個就叫做 7 不好意思 下面這個就叫做什麼呢 7 扣掉11.4 上面這個眼睛 從7看到11.4 從這裡開始量 所以是7在歸零 這一個呢 是從11.4掃到7那個位置 我一樣還是要量這塊橡皮擦的長度 可是我是從這裡量過去 那因為我是從這裡量過去 我歸零的是它 所以你算出來答案會變負的4.4 因為你往左邊掃嘛 這個是往右邊掃 你算出來答案這個如果是4.4 這個答案就一定會是什麼 負4.4一定會跟它怎樣 相反 因為量的方向不一樣 一個是把7歸零 從7量到11.4 這個是什麼 從11.4量到7 這個圖沒有畫出來 要畫出來 畫出來 所以一個是4.4 一個是負4.4 所以我考你了 這一個測量方式跟哪一個測量方式相反 這兩個是不是剛好相反 對不對 一個從 來請問一下A-B是從哪裡量到哪裡 從哪裡量到哪裡 是把誰歸零 把這裡歸零 把這裡歸零 對不對 所以它是從B量到A 這個是從哪裡量 從A量到B 量的方向是不是剛好相反 量的方向相反 會量出不同的距離嗎 量出來大小一不一樣 一樣嘛 像我們剛剛量出來的大小都是多少 都是4.4 可是 子西姆量的方法不一樣 剛好相反 一個如果我講4.4 另外一個我就要講 -4.4 這樣了解我在講什麼 可是呢 他們量出來的距離都一樣 對不對 求一下他們的這個距離 我們可以用什麼符號來代表它的距離 如果我只想要看距離 對 所以我們說 如果你只是想要知道那個橡皮擦 來這個圖我重畫 如果我們只是想要知道那個橡皮擦有多長 7 11.4 我只不過只是想要知道那個橡皮擦有多長 我根本不在乎你到底是由7量到11.4 還是由11.4量回來 對不對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你到底是這一種量法 11.4扣掉7 從7量到這裡量出4.4 還是你是這樣子量過去 你從11.4量到7 所以你的算法會是7扣掉11.4 算出來會得到-4.4 我不在乎你是負的還是正的 我只在乎你有多長 對不對 那我只想要知道你有多長 我不管你是正的還是負的嘛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方法來辦到這件事情呢 加絕對值可以去掉什麼東西 正負 所以你不管你是算7減掉11.4 還是你用11.4扣掉7都沒有關係 算出來答案會怎樣 答案都是4.4 最後的答案 如果我只想要算距離 來把這整個圖畫上去 絕對值 絕對值這個符號 去正負 留什麼 留住什麼 留住距離 留住距離 留住距離留住大小 所以絕對值有一個很好的好處就是 它直接就是幫我們算出距離有多大 直接幫我們算出距離有多大 記得喔 筆記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一筆一畫 圖形畫漂亮 用工具 用工具畫直線 用工具畫直線練習畫漂亮 你看 要妳是會排版 池呢 妳沒有帶要買 要買 而是不得的 借稣 開業 curs第一 我們在那間 在廷中 所以请问一下 这里A 这里B 这一段的距离 怎么算 来马上写 竖线上A跟B的距离 我只想要知道它的距离 它的距离你会怎么表示 要看你怎么写 就知道你是不是高手 完全都没有数字 想法是一样的大胆一点 我要问A跟B的距离 这个就像昨天的 你们那个温度 A度跟B度 温度是A度跟B度的温差 我只想要知道温差几度 我不管它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 我只想要知道温差有几度 这一种问法就是绝对值的问法 他不想要知道 到底温度是上升的还是下降的 他只想要知道 A温度 B温度 温度差到底有多少 你几乎写对了 最后一个写错 还可以写 你有工具 要用工具画图 不是等于C 不可以自己讲C 要用我给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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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渐B不会变成AB 目前你最厉害 不错有进步 首先你们要知道我要问距离 对不对 好没有错 你们学的不错 你们知道 如果这个箭头过来 代表它是从哪里量到哪里呢 诶 从A量到B 所以你会怎么算 B-A 因为从这里量 代表这边要归零 对不对 所以要扣掉它 所以如果你的箭头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B-A 然后呢 如果箭头是这样的话 应该要怎么算呢 A-B 现在的问题来了 请问一下A-B跟B-A 哪一个是正的 哪一个是负的 哪一个是正的哪一个是负的 A-B 对半 再讲清楚一点 比如说来刚刚 7-11.4跟11.4-7哪一个是正的哪一个是负的 这一个是负的的 这个是负的的道理在哪里 它的数字有小的量到大的 这个是大的量到小的 所以这个是负的 这个是正的 那请问一下A跟B谁大 B 为什么B比较大 巧琳 为什么B比较大 你说什么 因为B在A的右边 他讲的非常好 在竖线上摆在右边的 摆在右边的代表他比较 摆在左边的呢 比较小 两个比较的 在右边就大 在左边就 所以你觉得我这一题只不过想要问距离而已 我只想要问距离啊 我只想要问距离的话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 A-B要嘛就写什么 我只要写这样保证对对不对 可是这个写法还不够好 最后还可以再写出来 最后写什么你知道吗 最后我们会希望如果绝对只可以拿掉 觉得最好是拿掉 我们会希望最后最好绝对只不要有出现这样 如果可以判断 如果可以判断 这一题我能不能把绝对只拿掉 然后写一个答案出来呢 这个答案应该写什么呢 目前只有东森写出来 这个答案东森先不要讲 这个答案我应该写什么呢 这一个你看嘛 这一段的距离 可以这样子减出来也可以这样子减出来 都可以减出4.4对不对 可是这样子减会减出正的对不对 这样子减会减出负的对不对 我不要正不要负啊 我只想要4.4对不对 那我要用哪一个算法来算出4.4呢 你看这一个 这两个算法哪一个算法可以算出4.4 下面这一个 所以也就是说 7.11.4的绝对值跟11.4减7的绝对值算出来答案就跟11.4减7算出来答案会怎样 一样 所以请问一下我这边应该写什么 到底是A减B还是B减呢 因为你希望你最后的答案是什么数 正数对不对 所以答案写 最厉害的是这样子写 写这样子很安全 但是你要有能力变成这样 因为我可以判断 这里是右边 这里是左边 我知道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 所以我用大的扣掉小的保证 这个就是你要的距离 不会有负号在里面 来把这个写好 所以不是A减B A减B就错掉了 A减B就变成你绝对值下下去才变负的 因为我要问距离 我要问距离 要问距离最好的方法就是加绝对值下去 但是因为我把A跟B写在数线上 让你非常清楚A比较小 B比较大 所以如果我想要算距离 我就直接用大减掉小就好 所以我答案最后 加绝对值是一个好方法 可是绝对值可以拿掉 我可以直接用B减A代表答案 这段距离马上算 这段距离有多长 你要知道你在算什么 你要知道你在算什么 不急 你要知道你在算什么 不管你只要每下笔 每一个字你都要知道你在写什么 一开始慢一点以后你才会快 一开始慢一点以后你才会快 而且快得非常的速度 非常的像喷射机一样 你要知道你在算什么 要怎么写 你不是把我说的东西抄下来 印下来然后模仿我 不是模仿我 你知道你在写成这样 你把东西到底有意思 你觉得我要怎么去算 负三跟三的距离呢 其实想法不止一种 但是你先用我刚刚教你们的方法去想它 要算出它的距离 其实很快就可以出了 要算它的距离其实很容易 这就是我昨天在跟一个 九年级的学生在谈的 这一题要算距离非常的简单 看图就有答案 先算算看 我们时间很宝贵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答案要算出来 答案最后要算出来 算是算法 然后答案这样子 算是对答案错 不要涂不要涂我讲过不要涂 写错的东西不要涂掉 你要小心喔 巧琳你要专心 你这个就是我说的看图就有答案的 如果用我刚刚教的东西你要怎么算 怎么列算式 这个最高招就是看图就有答案 你很厉害 可是我是想要距离对不对 所以你要给我答案就好 不管你这样算还是这样算 你都算得非常好 那最后的答案你还是要给我啊 不是吗答 总要写个答嘛 算法都对 可是你要知道答案是什么 没办 你算法写得很好 可是你的答案跟 跟品硕一样都写错了 小心喔 小心喔慢慢来没关系 你真的很不错呢 你完全写对呢 紫燕你很厉害呢 因为这个是蛮懒的东西 这是蛮难的东西 连巧琳都写错了 很好 很棒 你跟巧琳犯一样的错误 同学我们要怎么算 我们要怎么去测量 两个数字的 我要怎么去量 从负三到三这个温差有几度 对不对 要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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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码就是把这个归零量到三 看看刻度多少嘛 对不对 这怎么算 三扣掉 负七 对不对 要码就是你反过来 反过来量 把这个当零 对不对 反回去嘛 那把这个当零 所以要扣掉它 所以会变什么 负七 扣三 所以上面答案是负十 下面答案是多少 四 然后你知道它的东升怎么算的吗 我发现它真的是高手 第二天知道它的算法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出来 它心里面在想什么 你知道它在想什么吗 为什么它可以直接这样写 这跟巧琳跟那个 中佑算法不一样 你们拿负七加三是不对的 要小心喔 这个要很小心 什么时候要用加法 什么时候要用减法 差一点点就差很大 你知道它在算什么 你说看看正男说看看 没错 它的心里面有一个零 对不对 它心里面有一个零 它心里面偷偷标出了一个零 什么是它的七 这边为什么可以叫负七 因为它从这边走过来走了七步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可以叫三 因为它从零往这边走 走了几步 所以七加三 这就是昨天那个九零几那个同学 明明我都画给他看 他还是没办法想到这个 因为他记得很多算折 把这个好好的写好 然后我们只剩下两分钟 我们把它弄清楚 我们把它弄清楚 三 减掉负七 慢慢来 我们把它弄清楚 减掉负七到底要怎么算 还有一些同学还不太会 没关系 我们把它弄清楚 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我就是要把它归零不是吗 那我要怎么把它归零呢 因为我是从这里量到这里嘛 对不对 减掉它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从这里来量看看嘛 对不对 那我要把它归零 要怎么做才可以把它归零呢 父七要把它归零 要加它的 很棒 要透过加它的相反 才可以归零嘛 所以我要透过本来减负七 要变成加它的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算法不一样 跟它的算法不一样 可是它最后的答案都会怎样 一样 然后你就会看到 减掉负的会变成加上正的 所以我减掉 所以我们把它写 写起来这个怎么讲呢 减去一个数 会刚好等于怎样呢 我减掉一个数 会刚好等于什么 会讲吗 加上 加上 这个 这个数 这个数 的什么 没错 好好的写好 所以像这一体像这一体是减掉 像这一体是减掉 减掉什么 它这个数字叫做负7 对不对 减掉负7就变成加上负7 这个数就叫负7嘛 那负7的相反 负7的相反就叫做7 来好好的把它写好 减掉一个数 减掉一个数 相当于就是加上这个数的相反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结果 因为我想要减掉它 就是要把它归零 我要把它归零 我要透过7来把你归零 我要把7归零 我要透过负7 我要把负7归零 我要透过7 所以负7减3你知道要怎么算吗 负7减3我要把你归零对不对 所以变成是要加上3的3的相反是谁 负3才可以归零对不对 所以要加上负3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呢 你看到负7 你看到什么 他们两个在做合并对不对 两个是同样方向的不是吗 对不对 负7负3都干过去嘛 所以加起来会等于多少 你的负10 同学你的负10 你怎么算的 你是负什么 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在算的是7加3 你知道答案是负的 然后你心里面在算7加3 所以答案是负10 好 那个作业单 昨天回去写一半以上会写的举手 好放下 大部分都不会写的举手 好放下 没有关系 因为有些东西我还没有完全教到 回去 我回去根本没有写的举手 为什么 为什么 错小事 你们两个等一下这边开合跳100项 然后 那个笔记本还有那一张作业单收过来给我 我要收过来改 然后回家 你们嘿 我明天要特别检查这一个 你们这个都没有在写 来第三个明天我要检查数学习作 1G 回去写数学习作1G 知道什么叫数学习作 你不要跟开收 不要跟开收 开收 怎么啊 好 好 这是一单要教 这是你 对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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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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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板上有你名字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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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